经过之前的课程 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倒计时的效果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程序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进行优化 或者让它更完善的 我们在这章里呢 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第一个大的问题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在我们update的过程中 我们在endboss这个函数里 不停的往我们这个converse里啊 在增加新的小球 但是有增加却没有减少 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为此我在这个update函数的updateboss下面 增加了一句话叫做console.log 也就是在javascript的控制台打印 打印出来现在这个boss这个数组的长度 那么大家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里为了让大家看明白这个效果 这个程序已经运行了一会儿了 我使用f12调出了chrome的这个控制台 基本上现在各个主流的浏览器 都具有这个调试的控制台的功能 对于chrome浏览器来说 我通常都是使用chrome浏览器进行调试 那么用f12进入这个开发者模式的控制台 在这里头呢有一个console标签 点击console标签 我们刚才用console.log输出的内容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每隔50毫秒会调用一次update函数 那么在update函数里呢就会用console.log打印出boss.length这个函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组里的元素是只增无减的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一个程序 大家可以想象 它一定是不能长时间的运行的 因为每一个计算机都有它的极限 这个boss的数组在不停的吃我们的内存 但是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当这个小球已经走出了画面的时候 那么此时这个小球就已经可以不留在这个数组里了 如果我们有一个机制能够维护这个数组 让已经走出画面的小球从数组中删去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就可以长时间的运行了 那么具体这应该怎么实现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在编辑器中 我把对这个小球的数量的控制呢 也放在updateboss这个函数里 毕竟在这时我们就要删去小球的数量 也是对这个boss的一个update 那么具体的行为呢 大家可能会想 首先啊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boss的整个数组进行一次变利 在这个变利过程中 要对每一个小球当前的位置进行一个判断 看看它现在是否还在画面内 具体我们怎么看一个小球是否还在画面内呢 那么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小球的右边缘仍然大于零 那么一个小球的右边缘就是它的中心坐标的位置 再加上它的半径 如果这个位置仍然比零大的话 说明这个小球一定还有一部分留在这个画面里 那么与此同时 它又不能越过整个画面 那么我们为了判断这一点呢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小球本身的左边缘 一定要比整个画面的长度还要小 所以也就是这个小球的中心位置减去半径 这个位置一定要小于我们的window width 这样这个小球还留在画面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球放在这个数组里 具体对这样小球的保留呢 我使用了一个小技巧 首先我声明了一个变量 叫做CNT 就是count表示数量 出手画为0 这个数量呢 将记录有多少个小球还保留在整个画部中 之后一旦我找到这样的小球呢 我就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BossCNT的加加等于BossI 请大家仔细想一下 这样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便利的过程中 由于并非所有的小球都满足这个if语句 所以这个I的索引一定是大于等于这个CNT的 由于CNT在不停的加加 所以CNT是逐步的从0123 一直往上积累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写法下 一旦我们发现了符合规则的小球 我们就把这样的小球挤在了前面 这样一来 当整个循环结束以后 从0到CNT-1 这CNT的小球就都是留在画部中的小球了 而从CNT开始 一直到当前的这个Boss点Lens-1 这段长度里的小球 就都是不在画部里的小球了 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 I和CNT正好相等 不过这样也没有关系 说明整个数组里的小球 全部都留在画面中 请大家再体会一下这样的写法 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在这个数组中 前CNT的小球都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对于CNT后面的小球都可以删掉 那具体怎么删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循环 只要当前的Boss点Lens 比CNT还大的话 我们就pop pop就把这个数组末尾的小球给删掉了 这样一来 我们就成功的维护了这个数组 使得数组内的小球 总是出现在了画面上 节省了我们的内存空间 那么在具体运行我们改进的程序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没有改进的程序 那么这个没有改进的程序呢 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 从这个console的情况来看呢 现在已经有了将近7万个小球了 那么此时大家应该也已经能看出来 这个小球在我的这个计算机上 运动的速度已经变慢了 那就是因为小球太多 在一帧的时间里头根本完成不了那么大的运算量 所以帧率相应的就变低了 这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 那么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改进的程序 看看效果怎么样 此时屏幕上是运行的我们已经改进的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控制台 在初始的时候这个boss数组的长度呢 还是慢慢增加的 但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 大概是200多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直就保持不变了 整个画面呢 基本上也就是有200多个小球 这是因为呢 其他的小球出去了画面 通过我们刚才的算法 就从boss里删除掉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程序 它所使用的内存量呢 是极低的 所以可以非常长久的运行 而没有任何帧率上的损失 具体这个实验 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自己的计算机上 进行一次体会会更深刻 还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现在这个动画相对比较简单 对这个小球的运动位置的计算啊 计算量比较低 所以我们把所有能融在画面中的小球 全都渲染出来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由于我们计算机的限制 或者运算量的限制 我们只能保留有限个小球 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CNT做一个改动 改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么写 它的意思是 这个boss的长度 我只保留CNT和300之间的最小值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这样算出来的CNT比300小 那么好 我们的这个boss里头就取CNT个小球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算出来的CNT比300还大 比如说算出来有500个小球 那么此时我们就取300个小球 因为我们可能通过其他的测验 知道这计算300个小球的位置 已经是我们当前这个计算机性能的一个极限了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小技巧 说起动画的性能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其中呢有很多的技术技巧 以及相应的工具可以探讨 那么我们后续呢 如果有时间再向大家一一介绍 在这个课程里 大家对这部分有一个概念 明白我们这么做 是对性能进行优化就可以了